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那段时间石小姐应该是在怀孕中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那几个月在怀孕 你们又是怎么查到我是在怀孕的呢 快快快 快点 我过分 比起三年前给自己姐姐下迷药 然后在学校传播自己姐姐谣言的石家二小姐相比 谁更过分 公欧 公欧 放开我 石小念 你是千初什么人 你凭什么来看的 你想想你自己做过多少害千初的事情 你又有什么资格来看他呢 我和石敌 因感情不合 决定结束婚姻关系 千初 你说话 千初 不是一样的 我是被迫向姐姐下药的 她 插足我和我丈夫的婚姻 迷惑我的丈夫 害得她重生住院 还哄骗她和我解除婚姻关系 禁止我和我丈夫见面 我迫不得已 才让母亲向她下迷药 想带她回家 让我可以见一见我的丈夫 一念之差 如今才知道不应该这样做 我对不起姐姐 我也没有想到小念 居然做出破坏妹妹婚姻的事 我们从收养她以来 对她和小迪 从没有偏心过 她以前就爱抢小迪的东西 对小迪从来没有过好脸色 我们考虑她是孤儿 总是宽容她 没想到 这次她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不能让她一错再错 因为她也是我们的女儿 你们怎么来了 归一下 我始终没有这样的女儿 上大学的时候 就有不检点的行为传出 现在 居然还做自己妹妹的第三者 你说 她让我这脸往哪儿放 姐姐 我一直帮你当我的亲生姐姐 希望你原谅我 也请你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居然抢自己妹妹的老公 太不要脸了 姑娘也说是不是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三啊 我不是小三 你不是小三 你不是小三 你妹妹为什么对你下名药啊 那是 同样都是父母 为什么你父母不帮你帮时迪啊 那是他能污蔑我的呀 牧师早就发声明了 说牧谦初和时迪是不会离婚的 我就说嘛 牧谦初和时迪那么恩爱 都是你这个小三 不咬脸的小孩 滚滚滚滚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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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大家都过来看看啊 这个女人就是刚刚时迪记者会上说的那个小三姐姐 她居然确实施 inflammation 太不要脸了 放开滚滚滚 别打進手的胆着 臭浮武力 你了 你这小三 少爷 快看看这个 什么事 这么着急 这是怎么回事 快去查他在哪里 是 我不是小散 我不是 我 小念 你怎么了 小念 你说话呀 小念 你说话呀 小念 你哑巴了 少爷 我看还是现在石小姐回去吧 我想她应该需要一个心理医生 好 马上把心理医生叫给城堡来 带她去浴室洗澡 是 石小姐 请跟我来 把小念搞成这个样子 没有做了这么简单的事 是 少爷 怎么样 她一直都没有反应吗 是的 少爷 石小姐只是跟着我的动作 没有任何反应 我刚才也检查过石小姐没有外伤 你下去吧 是 小念 你开口说话呀 你要自由 我给你自由 你不要再演戏了 不要再吓我了好不好 谁 少爷 是我 进来 少爷 少爷 医生来了 小念 别怕 他们是医生 他们是来给你治病的 别怕 别怕 是啊 你跟着说的人 你倒是没有很好的自己 说得很简单 你只要是多了这样的程度 还是很可见的 我请你们来不吃聊天的 治疗方案呢 他几天能好 公先生 您先冷静一下 我们几个分析过了 石头姐有这样的情绪 反应很正常 她经历了如此惊涛骇浪般的 舆论压力 她不知所措 所以她选择了自我逃避 她现在对外 有反应 但是不愿意开口说话 我有治疗方案 治疗方案 就是家人对她的陪伴 关心和爱护 石头姐现在拒绝对外界交流 所以家人的陪伴 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要和风细雨地 跟她聊聊天 说说话 让她做一些 能让她放松的事情 这样才能让她 慢慢地走出阴影 家人 她哪里还有什么家人 换个方案 那就得给她找一个 能供让她信任的人 给她安全感 我们进来的时候 观察到 石头姐对您十分地信任 或许您可以帮她 走出这个阴影 安全感 她只会对我比之不及 顾先生 石头姐现在需要 一直有人陪在她身边 人言可畏啊 怕她一时承受不了 你说她会自杀 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是吗 小天 我会治好你的 我不许你伤害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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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晓妮 你听到没 不是你做的饭 我都没有胃口去吃 你快点好起来吧 对我说句话 给我做饭吃 好吗 我好想好想吃你做的饭 啊 白婷 来 小心 小年 你不是一直对我的电脑很感兴趣吗 老师吵着闹着让我教你黑客技术 现在只要你一句话 我马上教你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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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是知意是吗 少爷 想点事 我已经小声了 你想要他吗 只要你说话 我马上就给你 当初我把他送给你你不要 我把他扔了 你把他捡回来带在身上 其实在你的心里 是在意我的 对吗 我就不信 我不能让你开口 好 小年 吃饭了 啊 张嘴啊 小年 吃饭了 小年 我已经一周了 我想进了任何办法 我陪你聊天 请人来跟你表演 我甚至就算把当初欺辱你的人 带到你们面前 让他们痛苦流涕地忏悔 你也不会开口说谎 我是不是应该回到当初那个街道 也许我只带回了你的肉体 就把你的灵魂弄丢了 我不是哪里 你是不是哪里 我不是哪里 我不是哪里 你是哪里 你们哪里 就在那里 那天你 再来 你想要什麼 只要你開口 我一定給你辦到 你不要讓我像對著一個木偶一樣生活 好嗎 風德 少爺 這是誰設計的 把他給我炒了 是 少爺 你喜歡我這樣 對嗎 你還是喜歡我的 是嗎 是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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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不是那个能让你安心的人 沈初 小心 别管我 你在哪里啊沈初 你就这么待会沈初吗 沈初 好 实际 我带你去找你最信赖的人 好 施小年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 目前处 一直住在这里 是不是留在他身边 你的病才会好 你去找他吧 去啊 虽然我不想看到你 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 是否有一个人 只能看着发如 什么事 你看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不是一个人要在这待到明前 你是不是要一直待在这个门口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和我在一起 什么想你 我想和你融合和自己的人要 fulfill 睡觉 明如我一娘 united 自己叫自己的事 什么小样 我也是рей绔子 我都是阶子 我类优子 我将你逃避前 操架 我本人会对 No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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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些句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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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会拿她去冒险 小剑 该睡觉了 快上去吧 石小剑 您这是愿意接受催眠吗 你点什么头啊 你知道这个多大的风险吗 你 这是相信我吗 龚先生 既然石小剑同意了 那我们就尽快开展治疗吧 你愿意相信我 那我就陪你冒险一次 小年 你修好 等会 就不能散毁了 石小剑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来 慢慢的 慢慢的闭上眼睛 慢慢的 慢慢的进入到梦里 你现在 你身在一家百货超市 我不是小三 我不是想散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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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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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坏了 果然是失败了 你给我滚 我果然不是你最信任的人 徐小姐 徐小姐 徐小姐还是不肯出来吃饭 公公 很伤心吗 徐小姐 你可以说话了 看来催眠是有效果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少爷 让他这么自责 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徐小姐 没有什么礼物 比你开口说话更重要了 之前公公想让我挑选银剑 用新的礼物送给他 所以 你能不能先替我保密一下冯管家 好吧 好吧 感谢 秦初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来找你 秦初 你不用来找我了 不行 我不放心 之前爸和姐姐把我转禁起来 不准我出来说话 也不准我来找你 小念 我看到视频 我都急疯了 我现在很好 你放心吧 不 我还是不放心你 小念 你快点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儿 我 我在公欧这里 我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公欧这里 你在公欧那儿做什么 是不是他又绑架你了 没有 他一直都很照顾我 照顾你 你出了事 他肯定会帮你的 哪像我这么没用 只能在家看着 怪不得 我怎么打你电话都打不通 秦初 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了好吗 小念 你打电话过来 是要告诉我什么吗 我 说吧 秦初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和公欧在一起 不 不 我不允许 我不允许 小念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秦初 小念 你难道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吗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呀 秦初 我 永远都是你的家人 我不只要做你的家人 我还要做你的男人 小念 我们约定好的呀 可是是你先忘记了我们的约定吗 可我现在想起来了呀 我十八岁的时候你忘记了我 现在我已经二十四岁了 我们都已经回不去了 不 我们还回得去呢 我们还有好多约定好的事情还没有做 秦初 你和十一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 你不要怪我没有努力过 该做的我都做了 我对你的感情 已经在这六年里 全部耗光了 从你的时间一开 却得到一句自责 所以 所以 我们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才什么 害怕 书影会感到 嗯 我现在已经选择了公欧 我现在已经选择了公欧 我相信 她会给我幸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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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欧 你怎么会在这里 干嘛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知道 是该高兴呢 还是生气 你能说话 我很高兴 但是你却瞒着我 给木千初打电话 这我很生气 不过呢 你给他打电话 是为了拒绝他 要和我在一起 我应该很开心 但是木千初 居然还敢觊觎你 我还是很生气 那你到底是生气呢 还是开心呢 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 你居然看过我说话了 而且说还要和我在一起 我真的太高兴了 快 快叫我的名字 我好久没有听到 你叫我名字了 公欧 再叫 公欧 再叫 公欧 小妍 你还没有亲口对我说 你要和我在一起 干吗 我还没有考虑好 要不要和你在一起呢 你不是都说爱我了吗 当然要和我在一起了 爱不爱是一回事情 再不在一起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而且之前你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我们要约法三章 一个月的恋爱试用期 不行 你看 你现在又开始凶我了 你现在又开始凶我了 好好好 嗯 说 什么条件 第一 你不可以随便对我动手动脚 为什么 你都是我的人了 我还不能动你 那也没有一开始就动手动脚的呀 连枪手都不可以啊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那我呢 必须经过我同意 那 走开 好吧 我好好考虑一下 那第二条呢 第二 你不可以再随随便便发脾气了 不可以那么易怒暴躁 也不可以随便摔东西 最重要的 你不可以再伤害无辜的人了 你是怕我对付我们前出吧 你看你 不只是前出 我希望呢 你能够和我身边的人都好好相处 好不好 我一定会对你温柔一点的 这条就算过了 那第三条呢 第三 我不允许自己做你的外事 就算你一定要接受家族的责任 就算是人工代孕 那都不可以 我答应你 我会好好处理这件事情 真的吗 当然真的 对了 三个条件 我可都答应你了 现在 你是不是该听听我的了 你要干什么 你还没亲口对我说 你爱我 公公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干什么呀公公 这怎么还有那么多记者 让你安心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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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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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来公司做什么 还有那么多的记者 让我安心 今天晚上大家来 是为了宣布一件事情 他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石小念 是我公欧的女人 是真的 会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第三者吗 快进去 公欧 大写的 这个是大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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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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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公欧 你太任性了 石小念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认定你 公布我们的关系 是迟早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的名声 石小念 和我公欧在一起 还在乎有什么坏名声 不要担心 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你带我去哪儿 到了 还早呢 我看你有点不舒服 就先停下来 休息一下 嗯 我是有些不舒服 那我先睡了 等到了你叫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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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欧 你带我跑这么远来做什么 天都黑了 因为这里角度好 什么角度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哎 小心点 公欧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 你不会现在还要玩小男孩夜探荒山的游戏吧 虽然不是这个目的 但听起来还不错 公欧到底多久才能到啊 快了 快了 不过 在这之前 我得先把 你的眼睛往上 啊 等一下 蒙眼睛 还是不要了吧 好 没事 这样 才会有惊喜啊 好 对吧 走 我扶着你走 不用担心 好了 到了 你是带我来野餐的吗 你才来野餐呢 我是来带你看流星雨的 啊 流星雨 今晚 有最近几年最大的天秦座流星雨 而这里 是最好的观赏地铁 所以我才带你来这里了 谢谢你阿公 坐 来 把腿干上 嗯 公欧 你现在怎么变得温柔又体贴 好神奇啊 但是 你怎么会想到 带我来看流星雨啊 是因为一个约点 什么约点 十一年前 也是因为一场流星雨 我在山上等了一晚上 但是和我约定的人 一直没有人 哦 前女友 原来我们公欧也会被人放鸽子的 你胡说什么 你就是我的初恋 那 那 那人是谁啊 是我哥 那他为什么没有来呢 他在来的路上 因为车开得太快 出车我死了 怎么会 十月的人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其实 你还是很在乎他的对吧 我才不会去在乎一个死人 公欧 我看得出 其实 你很在乎 你一直都觉得 如果那天你没有邀请他 也许他就不会出这场意外 有时候 我甚至觉得 死亡 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 为什么 因为我哥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但是作为公家的长子 父亲一直想让他继承家族 不会让他把心思全部画到音乐上 但是他非常讨厌所谓的 贵族事物 所以他过得一直很不开心 父亲一直认为 我比我哥从 其实我哥很厉害 最开始研发音音系统的就是他 我哥去世以后 我继续他的研究 发誓要把音音系统 研发出来 公公 既然你家这么有钱 为什么你的家人 都不带你去治疗你的偏执症呢 因为父亲认为 偏执症 会让我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 是我成功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你 因为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是 放心 晓妮 我会保护你的 我不会让你来伤害你 姑 我不怕 我会一直陪着你 会陪着你 来看你想看的每一场流星雨 不过话说回来 我前几年画了一幅画 画的内容就是 关于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情况跟你很类似 因为当时我太心疼那个弟弟了 所以就做了那幅画 不过似乎那幅画 好像被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买走了 是吗 那个人 就是我 当年那则新闻 说的就是关于我的 当时看到那幅画旁边作者的照片 我就觉得 这个女孩 真的长得很好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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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真的会有流星雨吗 肯定有啊 现在都几点了 我手机呢 我看看 九点了 要不我们再等等吧 好吧 你确定是带我来看流星雨不是来看雷震雨的吗 我查过 肯定有啊 我们再等等吧 好吧 我怎么知道陛下这么大 爷爷打扰一下您 陛下雨 你们也是到这儿看流星雨的 是 那个不巧 碰上这么大的雨 我听说 一个傻大款 还承包了一整座山 这钱呐 算是打水漂了 可不打水漂了吗 这里有点水吗 拿 来 桌子上 让我们陪众修办 我给她叫她 让我们看中 这人不放光 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消息 今天下午六点 从本市飞涌法国的航班 MA125 在海上突然追击 目前正在紧急搜救中 如果你想好了 小念 今天下午六点 MA125航班飞机 我会等你 咱俊 你一定要活着 我给你们这么高的工资 是让你们来玩的吗 连个哄女人开心的办法都想不到 都是一群猪脑子 要是再这样 明天带着辞职信来找我 我告诉你 工资 小念 你快找我 伤心过了 对于倩初这件事情 我没有什么伤不伤心的 如果一天找不到倩初 我的心灵 就会与心不安 你还准备记得一辈子啊 工资 你别为这种事情吃醋行不行 不行 工资 其实 你不用为了哄我花费心思 我没事 只是 牵出这个事情上 我确实很难放得开 你不用为我累着自己 我乐意 那时迪呢 你准备怎么处理他 当然是弄死他 时迪最在乎的人就是千初 现在千初已经没有了 再其次 就是他的明星身份 你已经把他从娱乐圈里赶走了 对他已经是最大的折磨了 至于我的父母 再怎么样 他们对我也有养育之恩 我不想管他们 就算扯平了吧 少爷 石小姐 夫人要来了 什么 因为我是安排 就没全力去爱 就没全力去爱 因为我是安排 就没全力去爱 这个人都没有权 多日不见 我儿子 真是愿法厌倦 龚 我相信你 你觉得这样称为我 合适吗 是 是我 我违反了怎么样 就算你派人 把它拆成一堆骨头 你抱着这堆骨头过一辈子 这就是你为了老头的命 喝下去 那你就是我 依赏了我们的平静 二九个字幕主持人 我是梦